原标题这部美剧播了54年13500集,还在更新,提到他就想到,老友记美国NBC最长寿剧集《我们的日子》宣布续定第55季, 这部美剧从1965年播到现在在去年刚刚播出了第1350零级,大多数观众对《我们的日子》的印象都来自于《老友记》在《老友记》中,乔一在曾经去试镜试镜的剧组,正是这部《我们的日子》,乔一还得到了该剧的一个角色, 《老友记》甚至邀请《我们的日子》中的演员,上演了一出非常真实的剧中剧,但《老友记》中提到的《我们的日子》剧情都是虚构的,并未在真实的剧集中播出。 最初播映时,《我们的日子》共有七个主要角色,1975年4月,每集长度扩着一小时,演员阵容也增加到了27人,在1990年。 播出25周年时,合约演员以及经常出现的角色,达到40人,此后也大致维持在这一规模上。 所有现在的演员中只有饰演的《The Soiton》的弗朗西斯瑞德,是从1965年第一集开始,至今与剧组保持着合约的,还有几位演员,在剧中出现长达30年。 虽然这部剧已经是让人大跌眼镜的长度了,但其实这仍旧不是世界上最长的电视剧。 世界上最长的电视剧是1937年1月25日,在美国ABS播出的肥皂剧只录名灯。 谢谢大家!